大家早晨 我是陳紹偉 歡迎收看星期三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們看看在雷達圖像 見到今早廣東元朗和南海北部 都有些強的雷雨區 我們香港今天吹著比較大的南至西南風 在南至西南風下海上都有些雷雨區 今早不斷掃過我們香港 而今日早上的趙雨和雷暴 主要影響了新界北區 以及元朗荃灣一帶 其實今早早這些地方 都錄得超過30毫米的雨量紀錄 我們一起看看昨天中午時份 我們在青水灣的天氣照片 有拍到一隻麻鷹 其實香港不同的地方 都有些麻鷹的聚居 我們今天看看青水灣的天氣照片 見到今早早其實都比較多雲 我們在衛星雲圖也見到香港這個位置 我們元朗地區其實都是雲量比較多 所以預計我們今天都會是一些 比較多雲的天氣 只是看今日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默雲 有大趙雨和狂風雷暴 最高的氣溫會是上升至28度 吹和緩至清淨的南至西南風 要留意 離岸和高地還有機會偶爾吹強風 如果大家要去戶外工作活動 也要注意 因為比較大風 以及不時有機會有些雷雨的影響 我們未來天氣有是怎樣的呢 一起看雲同雨的預報 香港這個位置 藍色和白色是一些 比較多雲有雨的區域 我們看到其實 明天來說也是比較多雲有雨的 元朗地區 到星期五開始 趙雨便減少 所以我們展望 星期四明天 仍然會有些大趙雨和狂風雷暴 而隨後的兩三天開始趙雨減少 以及會短暫時間見陽光 今節天氣說到這裡 再見